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欢迎收看小迪老师的毛女 毛女邮差,囚徒大副,修仙流 打一个博士 那牵制力的话是真的弱的不弱的 贼弱的一套牵制力 呃,修机速度是快的不快 这边的话是想反绕一波 但没想到这边囚徒,哎,好像读懂了这边 博士的心啊 哎,我在二楼看着你 你是找到了邮差 都一样,都一样 反正邮差,我觉得三个人 面对博士嘛 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该吃刀都得吃刀的 一个跳P,很重 好的,很舒服 带的是尸长 我们看一下这把博士的一个选择 是留尸长压三连 还是说 把密码机 就是有就踹啊 之前是见过打一个就是针对型的 就是指压这几台机子 这边的机子你们爱怎么修怎么修 但我觉得这把的话 其实因为球者修机速度不快 然后他没有脆 其实是可以过去踹一台 特别他如果能踹一台大副的机子节奏会好的很多 会非常非常的顺 大副这边的机子对吧 刚修到个百分之八九十 然后博士过来趴一脚 心态都崩了 踹这台有点没必要 踹这台也没有必要 大副这边 先踹 这台大副的机子踹的真香 踹完以后找你大副 但这个点位我们之前见识过的 这个点位的话博士追人很难受的 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 博士的冲刺是直线 你切线过去根本打不到人的 所以这个冲刺对于穷者来讲 在这边跟你绕的话能绕分 这边是选择放弃大副 逼出怀表就算了 过来找囚徒 有勇动状态 一个跳P 没砍到 再P 这就没砍到 击倒机奏没有我想象到这么快 这里囚徒的电还没有交 这个位置你别说 好像还真的满了6的 要不交重机吧 交重机可能会这边吃到飞轮 因为这时候交重机呢 他没有看到还有一个宗刺好的 终于找到机会了 他如果交个重机 被飞轮躲掉 我觉得是不是亏的 是不是亏的 再一个宗刺带走了 两分三十秒才击倒两个人 小迪老师在外面是 肆意妄为的各种修机子啊 小迪老师应该已经修掉两台了吧 中场这把你打击好快啊 我觉得博士招不住 他的击倒速度 没有求者的击倒速度快 而且他也没有打针对 这边的话 他们打击掉了 小迪老师说 我迟到来 随便迟 对吧 打我 来 我已经修掉两台伴侣了 剩下都是队友的事情了 你们教自己 反正扛住就可以 连线一手密码机 我们来算一下这边 游财修一台 囚徒这边站在这边看 啊 很好 这时候就很舒服了 博士一边应该是踹一脚 踹一脚的话 但大副那边也是一台遗产机 所以穷者密码机是够够的 他们多修了一台 这能砍得到吗 这应该砍不到吧 这砍不到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四人看不见应该坐实了 哎呀 还是天下武功唯快不挂 这么脆的一台阵容 就是因为修机快 博士感觉有点招不住 游财战台修掉 把小迪老师摸起来 两个人甚至可以把状态补满 这把阵容的一个 可能我觉得有一个缺陷 就是他们开门战士没有道具 或者说他们是不能翻箱子的 那么狗变战 在开门战 对一个宛柔博士呢 我觉得可能不够强 可能不够强 这里的话状态先补起来 两个人状态先补起来 慢慢来嘛 我这大副也是没倒过的 现在是四个人 每个人倒了一次 每个人倒了一次 这边的话我过来往外找人 摸起来了吗 没有摸起来 没有摸起来的话 有重机的坑 一个冲刺 诶 这边冲刺到了啥呀 刚才是状态补起来了吗 小迪老师这边 毛女状态补起来了 我没留意到这边状态 我刚刚以为 那我可能看错了 我可能看着 囚徒的血线是那个 毛女的血线 那这边就是 毛女血线补起来 然后强了一张 大副这边也叫自棋 外面的话 继续补状态 然后起新机 怎么来看 这边的机子 机子的话 外围大副是选择 修了最远一台 然后囚徒这边压着这个点 你抓我呢 我就6 反正我尽可能的 尽自己的所能牵制嘛 外围的大副修 修的选择的机子 并没有选择自己的遗产机 而是选择更远的一台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他如果选定点的话 博士来回拉扯是有机会的 而且博士这边带的是一个市场 博士带的就是一个市场 这边毛女状态状态都不好 他们最好是分两边 一边去一个 一边去就会更好一点 小到大副 要打一个突破口出来 狼刀 好的 大副待会是个老自媒 且大副是一个交自己 那大副应该是没有时间去翻箱子 而且开门战是个半学 因为这波博士 大伙是球者这边被备坏亮机了 这被坏亮机了 被坏亮机的话 我觉得博士 有有动状态的话 应该是直接能够抬走一个的 要找谁 找这边的囚徒吗 囚徒现在手里有电 一个翻板加速拉开 这边找到的是邮差 这个跳没跳到 但没关系 我这边 一刀破掉这个狗 一个重击 好的 跟上来一刀 邮差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交自己了 博士这边应该切传送了 就传送过去 大副是一刀没 这就是我刚给大家讲到 就这刀阵容 他们在开门战的时候 面对博士有点难打 因为他们的自保能力真的有点弱 真的有点弱 这边的话邮差可能扛不住了 看一下来不来接 猫女 哇 最后一丝丝血 就这么一捏捏血给摸上了 摸上了 囚徒这边才点了2%的门 邮差这边起来了 不管门吗 不管门的话 那平局是有 但是真剩面没有 我觉得管门的话 有精神真剩的 一刀 飞轮躲掉 一个跳P 被砍中 大门开了 门开了 门开了 其实他当时第一时间管这边的囚徒 我觉得有真剩面的 刀把防冲刺 不会 走了吧 一个中击打中 再来扛 直接淘汰 其他两个的话 都是 二刀 没关系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道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改的 这把这确实打得非常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